意大利渡輪海上起火救了兩天 終於把400多位幸存的乘客全部救出來 罹難人數10人 還有40多人下落不明 恐怕凶多吉少 狂風怒吼 渡輪上濃濃黑煙越來越明顯 亞德利亞海上的救援任務相當艱辛 由於只能依靠直升機垂降救人 加上起火 乘客在甲板上等待 而且一等就是兩天 猶如在海中等死 幸存者形容他們是困在火燒船中的囚犯 渡輪起火的地點推斷是船艙車庫 所有乘客被迫站在甲板 欺豐苦遇的滋味簡直生不如死 我們不知道哪裡是最好的地方 哪裡是最好的地方 所以你站在那裡 我們很冷 冷 雨好像風很困難 沒有 或只有乘客對於船員無法應變 措手不及的狀況更是抱怨連連 根據媒體報導 諾曼大西洋號已經全部清空 不過目前還有40多名人員下落不明 失蹤乘客是不是已經溺斃 或有其他原因罹難 甚至人員名單是不是正確 都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記者 週文天綜合報導